他叫我下車 他感覺就是要截車 國道捏逃犯 兩名涉案駕駛到岸 很無辜 11日發生在國道1號三夜路段 通緝犯彭慶堂 攔車不純被捏逼案件 警方漏夜調查發現 黑色休旅車和銀色冰室車 涉嫌肇事 我為了繼續保護小孩子 我不敢打 把門打 關上 所以還是很緊張 因為這個真的非常緊急 開休旅車的36歲黃信駕駛 到岸說明神經緊張 大喊無辜 因為當天 我停下來發現那個男子 就跑過來攔我的車 那攔我的車之後的話 他就拍打我的玻璃 然後後續就是針對 就是叫我下車 國道上有人大膽截車 黃信駕駛嚇傻了 當時後座載著老婆和兩名年幼小孩 為了保護他們 黃信駕駛死命把門關上 逃離現場 但沒想到彭慶堂遭拖行600公尺後遭捏弊 我的後照鏡被他翻翻得變形了 所以我完全 然後因為我的後面是娃娃儀 所以那玻璃是用那個窗簾 所以我完全看不到我左後方的狀況 逃了大約一公里後 黃信駕駛立刻報警 原以為只是劫車 沒想到卻出人命 警方在他的休旅車上找到疑似彭慶堂首長攀桌痕跡 另一名銀色賓師轿車 趙氏駕駛則是巴基斯坦籍木姓男子 他到案後也大喊無辜 由於兩部車都有碾壓死者肢體情形 但初不了解後腦勺重創 可能是致命原因 必須有法醫相驗才能確診 是否和車禍碰撞有關係 至於他們是否會被列入過失致死被告 有待檢察官看見後才知道